杨胜集团董事长的独子许俊伟 这个月初在夜店遭人殴打陷入昏迷 周刊爆料南港缺家的富二代缺一行也涉入其中 因为绰号猴子的主嫌疑似是缺一行的保镖 外传两个富二代是因为在夜店把妹才种下心结 不过是否涉及教唆 警方表示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杨胜集团少董许俊伟月初遭到十多人在夜店殴成重伤 至今仍然昏迷不醒 警方虽然找到动手打人的嫌犯 不过周刊却爆料南港缺家富二代缺一行也涉入其中 周刊指出许俊伟曾经跟缺一行身边的女性友人 说她的种种不适 让女士友人惧怕渐渐疏远 因而种下两人心结 事发前一天晚上 许俊伟在这家餐厅用餐之后前往夜店刷脱 却遭到十多名竹联邦分子持酒杯酒瓶殴打昏迷 周刊还发现涉嫌打人的男子和缺一行交情匪浅 甚至也和艺人王阳明一同出席朋友的庆身派对 究竟这名男子是不是帮缺一行出气动手打人 警方还缺乏直接证据